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比麻婆豆腐更下饭的家常豆腐 熟菜只有下锅 留成油温 下它已经肉 这个是摘好的 这个不要摘得太细了 稍微铺一点 吃了才有肉感 姜米汁来的点 大蒜来的点 火多一起炒 加一点白酒 蒸香去腥 加肠豆瓣来半瓶 炒香 炒出盐水 你看盐水就出来了 我是个切鱼的人 每次都要放下瓶点 倒进去 再来小拌碗水 豆腐直接下 剥出来就是刀 也可以一直乱出来 这个就叫鸡哈豆腐 烧个两三分钟 好 我们就切点蒜面 蒜面给它撇一下 切碎 豆腐要好了 折个芡 其实不管是两道三道四道 关键是要把芡给它裹起才要得 这个和你的淀粉好不好 有直接的关系 你看这个是一道芡 再来一点 蒜面下锅 再来点花椒面 最后再勾一点薄芡 哇 好香 热火以后再来点温馨 就了 起锅 为啥我更喜欢吃这种豆腐呢 因为说来听点就是肉更多 吃一根塔子 现在煮米饭又找你了 哇 发水好大 发水呗